诈骗事件真的是层出不穷 在高雄有一家知名上市公司的大股东 70多岁的老夫妻 以为抽中了百张股票可获利 没有想到却是陆入了诈骗陷阱 陆续被骗走了6000万 养老金几乎被炸光 而且离谱的案例不止这一件 有一名网友也在脸书上分享 自己年迈的父亲被LINE股票操盘群组 诈骗了3000万元的老房子 直呼台湾根本就是诈骗天堂 抓准时间一步绕的落跑 被逮男子当场惊慌失措 看那边干嘛啊 收钱对不对 圈得阵阵长长 没想到是名车手 而且还不是本国人 你本名叫什么 居留证香港的啊 警方在面交地内实面埋伏 罪者却早 男子也无话可说 但这被骗对象不简单 可是一家知名上市公司的大股东 知道是老太太 我没有遇到老先生 就是有约在我们店里面 他有警察来埋伏这样 原来75岁蔡姓股东 汉先生去年加入赖群 被告知抽中270张股票 但前提是要先处值500万 吃了甜头后又陆续汇款 前后总共被骗了6000多万 金额庞大 养老金几乎被骗光光 和警方联手放长线钓大鱼 约在高雄一间速食店 才成功逮到车手 耐心解释后 蔡富才发现 一切都是诈骗集团 捏到出来的谎言 只是这样的夸张案例 还不止一桩 有名旅居英国女网友 在脸书求救 年迈父亲也被同样招数诈骗 对方打出金钱牌 不要让女人这么辛苦 一句话成功洗脑 就这样被骗走 一套价值3000万的房子 痛批台湾根本就是一个诈骗天堂 目前已通知最害人到场 迷信案情 老肯诈骗不断有人中招 事关辛苦钱 投资钱 民众还是得保持理性 记得台湾高雄走不到 谢谢大家